大家好,我是Alton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SyncPod Heteria 2的配置使用 上期视频我就和大家详细的讲过原生Heteria 2的全部配置 以及服务端的部署和客户端的使用 还没有看过的建议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去看一下 本期视频就不会详细的解释Heteria 2的配置参数了 主要是和大家分享通过SyncPod使用Heteria 2的方法 OK,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首先配置服务端 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一份基本的配置了 打开SyncPod官方文档 找到入站里面的Heteria 2 把配置拷贝下来 删提到入站里面 还有监听字段 首先断口改为43 使用TCP快速打开 UTP分段 以及流链探测 把不需要的一些参数把它删掉 我这里是IPv4优先 这里带宽设置根据自己的服务器的实际带宽来填写 我这里服务器是500兆左右 下面的数很小 如果你需要开启的话 你就这样子去配 然后设置一个密码 我这里不需要我就把它删掉了 接下来就配置用户 LTS的配置 这里是伪装 我这里就使用反向代理 OK 这样子基本上已经配置好了 把配置拷贝下来 连接到VPS服务器 我已经下载好Sendbox了 先建个配置文件 把配置粘贴进去 这里还需要配置证书的目录 填写自己的证书目录进就可以了 还有密钥 还有密钥 OK 填写完了话我们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运行现货 通过认证命令 干系参数指定配置文件 OK 填写已经运行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配置客户端 同样我已经准备好一份基本的配置模板 回到文档 找到出站里面的Hitteria 把配置拷贝下来 粘贴到出站里面 首先把标签改一下 我这里对应路由配置为Porset 因为我下面的最终路由 是使用了Porset的出站标签的 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修改一下server 这里填自己服务器的IP不得是域名 我就填IP吧 然后东口改为43 下面的流量设置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填写 我这里上行大概是100兆 下行的话我这里大概就500兆 接下来是混桥配置 因为我刚才服务端是没有配置的 所以我这里把它删掉 如果你服务端配置的话 这里要保持一致 接下来修改密码 把服务端的密码拷贝下来 TLS配置还需要修改一下 首先启用TLS 还有色窝内 这里就填自己的域名 OK客户端的配置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拷贝下来 打开本地的终端 打开本地的终端 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信号了 就在信号的目录下面 先建个配置文件 粘贴进去 OK没问题就保存退出 同样通过Singboard的论值命令 干系参数指定配置文件运行Singboard 这里有个报错 我们再来查看一下配置文件 这里多了一个逗号 把它删除保存退出 再来运行一下 OK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Singboard已经运行成功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了 谈问一下谷歌 可以看到没有问题 查看一下IP IP也是我服务器的IP 就证明我们现在Hittery2通过Singboard来运行已经没有问题了 最后再来跑一下测速 我服务器的带宽大概是300兆左右 现在是往高峰时间 这里最多能跑到200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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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Singboard配置使用Hittery2就分享到这里 配置文件的模板我会放到博客的笔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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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